这是第五届陆家嘴咖啡节 你看就是今天人还是蛮多的 后边有一个咖啡车叫公路咖啡 我看它还标了一个牌子 从广州到西藏 你们这边的咖啡是用碗做的 用碗做的这个咖啡多少钱 36 这个是叫什么名字 叫包仔奶飞 包仔奶飞 你们为什么要用这种出品呢 这个是我们广州的银号社 包仔奶飞 大哥 哔哩哔哔哔哔哔哔哔 看你哦 谢谢 谢谢 看一看你做包仔奶飞 哇 这个包仔奶飞看起来就有食欲 郑小姐 公路咖啡 看到他们是一辆大巴车改造的咖啡馆 排了长长的队伍 每个人在这边都为了这杯 包仔奶飞 哦不对 是一碗 我看辣妈这边的展台啊 就是它分为两个区域啊 一个区域是他们找的一些精品咖啡的合作品牌 另外的一个区域是他们自己的客户体验的一个区域 机器放的是GS3我看 哦 还有一台mini 里边是他们找的精品咖啡的品牌 在里边可以出品咖啡 手提袋 T恤 这边还有帽子 还有篮球呢 KB90就是他们改变了就是咖啡师操作的一个习惯 Street-in的就直接插进来就可以来萃取了 你们如果要在家里面用的咖啡机肯定都是先这样45度先卡上来再转一下的 那它这个呢 它就是相当于颠覆了这种咖啡师操作的习惯 其实咖啡师真的是会习惯这种流量 对 好 谢谢 辣妈作为商业市场的主流品牌 那近十年来 那精品咖啡馆随处可见 那这两年呢 开始逐渐向高端消费者市场渗透 那慢慢的走进家庭 请问你有辣妈吗 如果没有 我们下集再见 夏末看起来感觉很不错的样子是吧 这么多人在等 没有 你们这边夏末还有没有了 夏末今天卖完了 卖完了 今天卖了多少杯咖啡了 400多杯吧 400多杯咖啡啊 一天卖400多杯咖啡 哇 真的是不得了 你看前面三台磨豆机 这个里边的这个咖啡师小伙子 我看都忙蒙圈了 尝一尝他这边的美食怎么样 Thank you Your bad first coffee 喝起来蛮顺的 果酸调加平衡感 那Blue Dough是一个卖咖啡豆的新牌子 看了看菜单上的咖啡 那价格很接地气 那黄色和蓝色的这个品牌风格呢 很吸引眼球 那我特意问了问 今天卖了多少杯咖啡 那帅气的David回答说 大概400杯 这边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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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o i choose from 20 different paper which paper is better for our coffee wow i want to have a little bit faster flow if it's too slow it gets too many bitter bitter flavors in it yeah burned maybe some burns yeah hey你们在哪里呀你会说中文的啊那我们就那我们就说中文了不要说英文了 你觉得我不太好 we buy mostly the farm is very small we buy all the coffee from this farmer specialties yeah specialty micro love coffee fat coffee的老板告诉我说他们跟咖啡状元合作每次小批量的采购生豆 比如100到200公斤左右那这批喝完之后就永远不再有了即使明年还是同款豆子 那今年和明年的收成味道也会不一样他们也会用不同的号码来标注 下雨了哎呀我的天哪刚才上面这个水啊一下子喝到嘴里了上次我们采访的那个龙雅人咖啡师在这边 无声咖啡师无声咖啡师的菜单与咖啡师交流 点一下与咖啡师交流请问要喝什么这些菜单是用这个照片的我点一个hot他这个做的很有意思就相当于是一个对话框一样 然后他已经收到内容了他再点一下你看他说稍等片刻这个设计的蛮有意思的 对因为这样交流会比较方便 嗯然后现在伟民正在吃素 还有个发布会然后因为下雨太大所以去啥 谢谢谢谢谢谢欧特里叶麦奶的展台呢有一个无声咖啡师的比赛 对没错就是我之前采访过的无声咖啡师他们有一个无声咖啡师的项目 然后帮助到了很多无声的咖啡师那当天下雨厉害感觉好像是在尸身盘 对的一直不知道闻什么今天来感受一下这种短时间的 你们这个是免费的吗签到打卡咖啡自取 免费的 免费的签到打卡都是免费的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真果的拿铁 挺好喝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小徽章对吧 之前收到过他们的那个礼盒里面就有这种小的这个贴纸 那我是被柯林咖啡的帅气的小哥哥吸引来了 之前用柯林的小萌蛋做过几款创意的特调咖啡 那另外呢他们的小吉祥物以及周边也非常吸引眼球 有不少小姐姐来合照的 这摩托机的大小就这么大 好看啊 就是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 但是蛮重的 它是下边刚好有一个这个磁铁一样的东西 直接就可以吸着的 卡住了 哪里 上面这个 哦 这个地方干嘛的 这个可以拆掉的 然后它那个可以调那个刀盘的 哦 这是研磨出来的这个效果 它有阻力的 就是按一下就放真空了 Q一下Q一下 哪个颜色好看 那Fellow的新款磨豆机 Odd 感觉真机比视频和图片中呢要小很多 但是磨豆机呢重量蛮重 那整体体验了之后呢 感觉还不错 不过有几个缺点 其实我自己还挺期待这款磨豆机的 但实际上手体验呢 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顺手 那想要看测评视频的小伙伴呢 Q个666 如果多的话 我就安排 我要添加一下 对 它会给你发那个二维码 好 谢谢 需要关注的 啊 你要点关注的 不点关注还不能给我的 这是要点的 想领个免费的咖啡真的不容易啊 要不要喝一下我们的饼门店 可以啊 尝一尝 这么大的这种包装 你看 36代 然后这是小的 可以先喝一下面上的一个伯爵茶茶 就是这个上面它是也有茶也有咖啡的 是的 你看这个蛮漂亮的 这个带有伯爵茶风味的一个 哇 这个好好喝 然后它这个柚子肉啊 能吃边喝边吃很爽 这是专门给这个毕岛来做的 怎么样 特别清爽 感觉有一股蓝木酒的味道 蓝木酒 对 然后搭配咖啡的那种香气非常好 就是有一种有一种那种可可的味道 淡气咖啡机啊 这个是出茶的 这个是出他们的这个咖啡的 那十岁咖啡的小哥也超热情的给我们做了他们的特调咖啡 而且还白嫖了一个他们的甜甜圈的罐咖啡 你们这个不同的这个颜色有什么意思呗 无彩斑斑的黑 啊 无彩斑斑的黑 就是咖啡是无彩斑斑的 风味是无彩斑斑的 人也是无彩斑斑的 或者每个人的性格也是无彩斑斑的 所以咖啡也是无彩斑斑的 所以咖啡也是无彩斑斑的 哦 原来还真的是有特别的意思的 是 我就随口一问 还真有 有 就准备好你来问的 很清甜很干净 然后呢这个酸度比较顺 奥地贝咖啡之前盲测横评过他们家的 艳阳发酵的云南咖啡斗 那表现优秀 那现场帅气的咖啡师 还做了他们最贵的一款豆子 感觉这次来咖啡节赚到了 我看到了这个整场最黄的点就在我后边 好老师希望 我call你 哎呀 Instagram向康的卡 我刚才接过来的时候手是这样的 就是接咖啡的时候是这样的 但是还是得喝 对不对 咖啡节目就是要 哎 这个喝开心 冷脆咖啡 对 这很醇厚喝起来 感觉里面有点那种 菠萝的味道 我突然想起来 这个我在他店里面喝过 难怪这么喝起来这么熟悉 全上海最黄的店 GX咖啡 黄色的Slayer咖啡机 黄色的摩豆机 黄色的员工制服 黄色的咖啡杯 感觉走到这儿就会不由自主的 被这个颜色所吸引过来 Double Win Coffee 之前去过他们的门店 咖啡节上的这个小哥哥呢 竟然认出了我们 那请我们喝一杯他们的新品 芝麻拿铁 喝起来非常纯香 像这个展台 它你看这后边的这些板啊 都是咖啡渣加那个结杆做的 然后这个盖子是这种硅胶的这种盖子 其实是一点点咖啡的味道 咖啡的味道 咖啡渣的这种纹理在的 这一袋一袋的都是用过的这种咖啡渣 那这个展台呢叫Cafe Tech 那前面放满了咖啡渣 他们用回收的咖啡渣制作杯子 烟灰缸 桌子 花盆 椅子 地板 等等等 那台并旁边呢 都会标注含多少咖啡渣的百分比 当时看到这个概念就觉得太有意义了 那可以回收材料重复利用的概念 那近些年非常流行 那希望我们能为共同生活的家园 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 喝喝看泰摩的咖啡 之前不是试过它那个没有夹这个皮套的吗 然后这次我试一试它夹了皮套了之后 就是用手握着研磨的时候 这种手的这种握持感怎么样 整体我觉得就是虎口的这个地方触感 比外边的这种铁的要好一些 因为它毕竟它软 这个的话你可能就是超过24秒之后 手还会有点汗 你好 hello 你们是工作人员吗 你穿一个陆家嘴的 在这边做那个志愿证 因为喜欢这个鸡米咖啡 经常看见那个舞蹈 挺好的 它的墨子有什么推荐的 我想买一个 他这个他问你摩托机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摩托机我推荐你这个 他直接推荐你最贵的 他们那个冰博客牛奶的 这么长的队伍一直在到后边 冰博客呢 从去年到今年一下子就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 看了看他们排的长队 我就觉得人们对新鲜事物的好奇感 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家的咖啡是免费的 所以说才排了长队 Gavin咖啡创神的名字就叫Gavin 一个帅气的小哥哥 那当天呢 请我们喝了他们特调的咖啡饮料 其中呢有一杯那个层次感到现在依然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第一口你喝的就是稀有的味道 然后第二口第三口才喝到威士忌的味道 晚上还睡不睡了 喝点酒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爱咖啡的 然后呢 我们喝一喝红西咖啡嘛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今年第一次喝红西壶咖啡 狼人老大 可以闻一下哦 它的风味就是有点点那个威士忌 然后等一下闻起来会有那个香草的风味 打开很惊艳的 哦 然后其实很多地方你是说不到红西 因为红西 像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红西煮的失败率是挺高的 因为天气是很凉的 然后它很容易就掉下来 所以要注意 大家会觉得红西其实看起来很多那个 喝的时候很混浊 有没有发现 对啊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 很多人是不是说是细粉 应该是的吧 应该是的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的 所以我是不是煮红西的时候 再倒过滤子它就干净了 嗯 但是其实不会的 你可以回去尝试一下 那个为什么呢 因为在高温的时候 纤维质跟油脂跟水它们 这恩气体会产生一个东西咖啡叶焦体的东西 那这个情况下要增加口感 深焙的就很清晰 嗯 为什么 因为深焙的纤维被碳化了 所以不能产生焦体 哦 所以你越浅越浑浊 越深越不浑浊 它就是好像一球雾在里面 对的 可是你就算现在再过滤子还是这种问题 你要你要不说的话 我真以为它是细粉 你真的有细粉 对 很多人都以为是细粉 嗯 这两百多杯 我大概滤子两百张 已经我也没想会卖那么多 这其实我想说这种地方应该是这个 卖好一点 知道吗 主要是看谁卖 你让它卖它就卖不了 哈哈 哈哈 它就是会有这种冰和热的让你同时体验 其实出来的触感味道是真的 就会有循序渐进的感觉 其实从先喝冰再喝热的 其实它口感会更好 到一点热的 哇 三个拉花大神在喝热的 应该照下来 哈哈 三个拉花大神在喝你家的热的 来来来来 可以拍照吗 就是它这边也有液饰的 也有红烯的 但是没有人点液饰咖啡的 所有人过来全都会被这个 红烯壶咖啡给吸引住 你可以试一下你拿搅拌棒 你拿为什么拿 哪个是正面 没关系随便 这个是正面 就是我一般这样拿 你会怎么拿 他这样拿的情况下 我就会建议他拿这种搅拌棒 因为你是属于卧室的 然后你就拿这种会顺便 就是可能卧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是吧 好精致啊 我们花很多精神去做的 这两个是比较特殊 就是脱胎栖系的老师傅做的 这个地方 你知道这个地方做多久 这要做三四个月 90道工序 我的天哪 接续三天 就这个啊 对 这是什么材质啊 这是七 七 那狼人老大特意从广东中山赶过来 那给大家做红烯壶咖啡 那说实话 平时能喝到红烯壶咖啡的机会 还是很少的 那上次喝红烯壶还是在去年 韩国首尔的EDIA Coffee Lab 那狼人老大说这一天每天都卖出去 上百杯的红烯壶咖啡 自己都被震惊到了 那累到爆 但是呢感觉很幸福 那今年的陆家嘴咖啡节的表现可以看出 在上海啊 咖啡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上海拥有在全国最懂得喝咖啡的客人 那他们对咖啡的喜爱和好奇是毋庸置疑的 上海作为一个中国超一线的城市 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让任何小众文化在这里都有无限可能 那陆家嘴咖啡节 今年是第五届 也是我来参加的第五届了 那五年的咖啡 在这个城市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 那依然记得从第一届咖啡文化节 那大部分的咖啡品牌 还是行业内制造的一些咖啡品牌 和咖啡的比赛冠军啊 然后慢慢的到了第二届 第三届 那直到今天 越来越多的咖啡品牌被大众的消费者认知 而不仅限于行业内的从业者 那越来越多的咖啡品牌也都服务于消费者 当然行业人的努力不可或缺 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能看到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的消费者 能够形成我们中国本土的不同的地方的咖啡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